Hello,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 很多的中国地区的小伙伴想去购买比特币这些虚拟货币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视频呢很重要 希望大家能仔细的看完 尤其是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的小伙伴 看完本期视频保证物超所值 千万不要快进 如果你感觉今天的视频不错 记得帮我点赞关注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我们国内的三大交易所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选择OKX的原因呢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现在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注册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非常的划算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呢 有两个福利 第一个福利就是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佣卡 第二个呢是终身的一个福利 可以享受手续费终身减免20% 非常的划算 好了我们复制一下邀请链接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这边手机邮箱都可以注册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地区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领取盲盒 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一个盲盒 里面都有一些任意的虚拟货币 当我们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就是登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然后呢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是交易所的手机端的下载 是安卓还有苹果 为什么要下载手机端呢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 这个其实在电脑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不友好 而且呢交易的时候也不方便 所以呢建议大家用手机端 先来说一下安卓手机 安卓手机打开要求链接之后 右上角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QQ 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如果扫码的时候呢 提示被拦截有危险 您这边呢可以打开一下您的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下载的 不想用支付宝的话这边还有一个随便找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也是带这个扫一扫的功能的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说苹果手机 苹果手机由于属于是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 因为大陆地区的ID不能下载OKX的APP 这个ID是在哪里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ID 就是我们的苹果手机这边有个APP store 点击下来 点击完成之后 右上角这边会有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呢 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然后这个账号海外的去哪里找呢 您这边可以打开一下谷歌 然后用谷歌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或者是呢海外ID购买 最好呢是找谷歌 因为百度的话有可能会被屏蔽 然后非常多的网站几块钱一个也是很便宜的 大家可以随便的找一个去购买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几块钱 这个是三块钱也很便宜 当我们购买完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退出一下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怎么退呢 拉到最下面有一个退出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购买的那个ID就行了 然后在这边输入一下OKX 第一个是广告 这个广告就不要管它了 这是广告就不要管它 第二个呢是OKX的APP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写的是下载 我们可以随便的去下载一个 我这边已经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安卓手机 我这边也是已经下载过了 也是可以下载的 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我们的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一定要设置好 找到我们的APP 然后有一个身份认证 这边建议大家先认证到3 1 2 3 三个等级 先认证1 再认证2 再认证3 就行了 然后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这边 大家开启一下 有几件 手机 还有登录密码 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个偏好设置 然后这边计算货币 改成人民币就行了 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绑定一下银行卡 点击这边的更多 点击CRC交易 点击这边的更多 然后呢 点击这边的支付方式 点击添加收款账号就行了 收款账号的话 这边其实有两 有三个吧 点击添加收款账号 有银行卡 微信支付宝 建议大家开启银行卡就可以了 微信支付宝 不要开启 因为微信支付宝的话 容易被冻结 好了 当我们添加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步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USDT呢 它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 是相等的 一美元呢 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是这个USDT泰达币 我们想去购买一些数字货币 比如说比特币 狗狗币及泰访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您这边是美元 英镑 人民币还是什么 都是不能直接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个货币呢 就是USDT 说白了 就是一句话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了 USDT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这样说的话 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我们看一下USDT如何去购买 回到首页 点击更多 点击CRC交易 这边点击下更多 这边的话选择人民币CNY 这边筛选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选择银行卡 点击完成 你想买多少钱的USDT 比如说我想买15000块钱 然后呢 在里面找到一些可靠的商家 找这种成交量多 完成率高的 我们看一下 像这种几百个的就不要再找了 因为这种的话就没什么意思 他们一般的话黑钱比较多 联想未来 看一下他 这个店铺才是半年 我们要找的话 就找那种开店时间 一年以上的 贵贵 这个也不要 这个大地 OK 这个大地就行 V3 一年多的店铺 1000多人 1万多单 OK 点击向他购买USDT 因为我的这个账号没有绑定 我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来讲一下 点击购买之后 输入要购买的金额 然后会弹出来一个提示框 这个提示框大家不要管了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为了确保我们的资金来源合法 请配合卖家完成资金验证 我们配合一下 需要我们发送一下近期的流水明细截图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明细 我们近期的交易流水截图给他看一眼就行了 他看完之后呢 他就会把他的姓名还有卡号发给我们 我们给他转账就行了 这是他的姓名 他的卡号 我们给这个账号转账就可以了 转完账之后呢 再点击我已完成转账就行了 大约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币可能就会到账了 到账了之后 我们点击资产 这边有一个资金账户 这边有一个交易账户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资金账户 好了给大家说一下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是我们用来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是用来交易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里面 那如何放呢 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然后选择USDT 点击全部 点击确定 从资金到交易 OK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钱在我们的交易账户 然后我们怎么操作呢 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边我们选择现货 点击买入 然后呢这边有非常多的选项 这个ETH是以太坊 然后呢这个是1486USDT 是当前这个ETH它的这个价格 那这边呢 我们如果想买比特币呢 在这边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叫做飞小号 这个网站呢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看行情 看价格的网站 比如说我想去买比特币 我输入BTC 买以太坊呢输入ETH 想买这个瑞波输入XRP 好我们输入这个XRP 点击BB 这边有一个 看见没有变成瑞波的价格了 我们想买以太坊 输入ETH 选择BB 好 然后呢这边默认的话是限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成交速度快一点 然后点击买入就行了 我这边可用余额是100个 可以买0.06个以太坊 比如说当前以太坊的价格是1486 USDT 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过两天 以太坊涨了涨到了1586 USDT了 那我们想卖掉它 那如何卖呢 点击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拉满 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1486买1586卖 是不是赚了100个 USDT呢 赚了之后呢 我们这边想出金换成人民币 那我们如何操作呢 点击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我们刚才是从资金放到交易 那现在我们想卖掉呢 我们需要从交易 再来一个反向的 放到资金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从交易到资金 点击全部 点击确定 OK 钱过去了 过去完成之后 点击更多 点击CRC交易 然后呢 这边刚才是购买 现在换成出售 选择CNY 这边卖多少选择银行卡吧 我想卖 一万块 OK 然后比如说我们想有多少个 你又填上你的数量就行了 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 我们找一个可靠的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找一个可靠的 卖的多一点 时间稍微长一点的人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好了 我这边找到一个叫交换空间的 然后他这边比较合适 V3店铺一年了 4000多人 6000多单 然后呢 我点击这边的向他出售 点击全部 然后呢 我在这里点击一下 出售USDT就行了 然后他就给我的银行卡 打过来钱 我收到钱之后 再把这100个币给他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低买高买 赚了钱之后 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炒币大师 感谢大家的观看